全国高铁大部分短途路段都设有棋位 乘客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买这些无座票呢? 往心讲高铁同属短途路线 2019年曾经讨论引入棋位 但是最终因为疫情各自 有没有需要重新研究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由四名立法会议员组成的A4联盟 上个月透过网上问卷做调查 发现九成五的人支持广深港高铁地铁化 包括降低票价、增加班次、引入棋位列车 舊票模式改为有车即走等等 内地高铁也有棋位 是否受乘客欢迎呢? 随着和内地交流越来越频繁 不少人都要中港两边走 李超羽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本身工作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本身都有在内地进修 所以就都需要比较频密地往返越港两地 每一个星期都几乎会搭一到两次高铁的 进修的话就在深圳的 就在深圳的 就大学城那边 一般在我上班地方 接着去到西九站再去到深圳北 深圳北再去回大学城呢 其实都不一定是超过一个钟头 就是整段路说一个凌钟头 一个凌钟头左右 李超羽曾经在内地生活 经常乘搭高铁穿梭不同省市 他说全国高铁都设有无座票 也就是站位 如果座位全部受兴 乘客就可以买 无座票的价钱 其实就跟二等座票是一样的 不过他们的差别就是不辞滑位 这个就是无座票 那为什么会有无座票这件事呢 因为其实每个列车 它都有一定的容许超原的空间 就是可以稍微超原的 令列车的运力更加加强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好急 买不到飞 但是你又要去的话 就是你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的话 其实无座票都是一个选择 还有其实无座票 不一定说你要站在那儿的 如果在中途有些位置是没有人坐的 那其实你都可以坐的 但无座票不设滑位 会不会出现差位的混乱情况呢 如果你本身那张车票是有滑位的 你有优先权的 那这个规则其实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如果你是无座票 有人来到要你让位 那大部分人都会让的 如果你有滑位是清清楚楚 写着有滑位的 车上本身有列车长 有乘务员 所以有冲突的机会 真的不大了 我自己就真的没见过 但现在广深港高铁 没有提供无座票 他说如果有棋位 可以更加方便乘客 由香港西九龙站 去到可能深圳北福田 或者去港洲南站 其实你的车程本身不长 由十几分钟去到 就算你去港洲南站 都是一个小时多跌跌 距离都不见得 比得上游 将军澳去到尖沙坠 现场的话 内地是十分钟内 其实都可以买到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高铁去地铁化它 其中一个很重要要去做的 就必然是要去将那个售票时间 再稍微再去调整一下 稍微可以比较急一点都买到飞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在2018年9月通车 但因为疫情 在2020年1月停运 去到今年1月才复运 和内地通关两个多月 不少市民北上内地 坐高铁是其中一个选择 我多数选择高铁 就不会说乘搭火车 因为之前回去是乘搭火车的 为什么不乘搭火车 因为火车时间久 这些方便点又快点 很方便 相当方便 中国的高铁相当发达 在世界上算是数一数二的 由香港西九龙站 到福田只是需要14分钟 到深圳北都是18分钟 但要去深圳北的朱女士 就提早足足4个钟 到西九龙高铁站 下午4点13分钟 现在才数了点多 为什么要去 我不知道 我想早一点来 我怕手术比较麻烦 我有点担心 我不是今天的 不好意思 为什么早一天都来到这里 怕着飞机很紧张 我试过有一次是买不到 试过有一次来到都没有飞 又要回家 所以今天就早过来 根据2015年立法会文件 当局预测高铁通车之后 每日有近11万乘客量 之后更加会逐步上升 但2018年通车之后 每日乘客量只有5万多人 只有预测的一半 有学者认为 广深港高铁应该实行地铁化 提升短途列车乘客量 地铁化的意思是 你不用去买一张飞 指定哪个班次 指定哪个座位 你可能拿一张飞 或者我们叫八特通 一入闸 就喜欢上哪一班 再上哪一班 喜欢有位置就坐下 没有位置就站 我们希望 如果一些比较短距离 我们不需要提早45分钟 去高铁站 你拿一张月票 或者拿一张八特通 一进去 可能站两个站 就去到福田 或者深圳其他地方 当局提倡越港澳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 藏太梁曾经在内地做事 当时都常乘搭高铁 他说高铁地铁化 能够大大扩阔生活圈 有一次就约了学生 由南京去上海 其实一个小时而已 然后乘客回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三小时之内 就来回600公里 其实经验就等于 你由沙田 大埔的地方 出中环吃一次饭 然后回来 所以我们的生活圈 面积其实很大 如果你在西九龙去 由你买飞 入闸等到福田 其实都要过几小时 但车程其实可能 十几分钟 但如果地铁化 可能半个小时 现在高铁成人二等车票 由西九龙站到福田站要78元 到深圳北站要86元 到广州南或者广州东 更加要246元 车费太贵 会不会影响乘客 乘搭车易浴 做不到地铁化的效果 苏太梁建议可以推出月票 月票就类似百勒通 都是你入闸的时候 你不用特地买一张票 或者指定一个座位 只要拿一张月票 那就可以出入了 因为一些人来往密些 就觉得买月票比较值 例如你说中港学童 或者每天都要回内地 做生意的人 可能月票一个价钱 会抵过去每一程 只不过都是地铁化那种模式 不过是适合不同的人 如果是高频率的 经常去深圳或国内 月票可以省到钱 立法会A4联盟 在2月透过网上问卷 收集671名受访者的意见 有九成半人支持 广深港高铁地铁化 包括降低票价 增加班次 引入企委列车 曾任九广铁路主席的田北辰认为 要做到高铁地铁化 最紧要是容许企委 买了票 要晨早两三个小时来 因为你怕入不到门 不止是你浪费了 你还要买票 明天后日很烦 明天又买不到又怎样 后日又买不到又怎样 对两地交流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如果你容许企委很简单 我不能 我不能 那就下一班企委 港铁2019年也曾经研究高铁地铁化 但最后各自讨论 现在社会全面伏常 田北辰认为是适当时机重新研究 我就不太明白为何全国可以 很多路段都可以 都是短途的 长途就一定不行 我也不赞成 但我觉得短途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 他们上面就落实了很久 但港深港好像没有轮到我们 有这件事 我们车速又不是特别快 过无石去上海 大家都是差不多 这个不知道 也没有人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给我 只有在研究中 现在坐高铁去深圳北 比坐冬铁去罗湖还要快 而冬铁长期爆满 乘客也都经常要站在那 田北辰相信高铁地铁化 会受香港人欢迎 也都能够真正释放高铁潜力 我们扔成一千亿 起这个香港段 难道真的为了长途吗 绝大部分的长途 有些人都会可能选择飞机 是吧 我们那时候估计八九成的客 都是港深港的嘛 那你港深港要发挥我们一千亿的投资 最大最大的发挥的效果 就是可以将它坐满人 现在说的是站满人 运输及物流局回复说 随着高铁香港段逐步恢复服务 特区政府和港铁会继续和内地当局 探讨各项优化措施 包括高铁地铁化 时事多面提 今集时间足够了 再见 各位我是容家瑶 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拜访外交部等等多个部位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康说 外交部会继续指导香港做好涉港外交工作 而教育部部长华俊鹏就提出要加强两地私生交流 增强国家仪式 由着北京记者陈卓康 彭政长官李家超到外交部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康会面 秦康说始终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继续支持指导协助香港做好涉港外交工作 李家超感谢对方长期支持 特别是在反干涉维护一国两制促进香港对外交往和合作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都有出席 李家超之后到教育部和部长怀俊鹏会面 怀俊鹏会后说教育部全力支持香港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提出要加强两地私生交流 不断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并加强两地教育合作以及两地高校协同创新 下午李家超也拜访公安部 李家超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就说 已经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道组 推动大湾区合作等 我也希望我的团队尽量用好通关之后 这个便利的多来北京 多跑国家不同的地方 去了解整体国家发展 这个大局布局方向 而且也利用我们自己有的 在一国两地下的优势 是贡献整体的国家发展 他又在社交网站上 再和驻京办主任郑委员等人吃早餐的照片 吃了糖油饼、豆腐炉 品尝老北京味道 又参观附近一个翻新的街市 买了士多啤梨和同事分享 李家超星期五会继续拜访不同的中央部委和机构 并且会和北京的香港学生见面 总结行程之后星期六回香港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彻康报导 港府说 美国参议院所谓涉港决议 对港区国安法、特区权利与自由、法治等的情况 大放缺词和污蔑抹黑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港府说 由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6月实施以来 美国政客一直顾忌重施 假借不同事件、场合和借口诋毁港区国安法 并且对法例实施 被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常 营商环境恢复的实况至弱网民 美国政客透过所谓决议 一再作出政治凌鸽法律的卑鄙伎俩 他的虚伪表目表露无为 他的以港压华的卑劣逃谋绝不会得逞 强烈敦促美国政客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长和称于联合船澳 早前向城规会申请将船澳连同双鸣的政府土地 重建为一个大型住宅项目 提供大约15000个单位 包括近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 长和主席李泽说是比社会有多一个选择 香港一直说不够地不够楼 我们通过这个计划给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 多一个选择 都15000个单位 我想是一个好的选择 有些时候外面不明白 那块地是没有路到的 所以发展了HUD那块地 建好一条路 一条路才能到政府地 那块政府地 以前是建青马大桥的工作室 所以变成一直没有路到的 在这个缘崖 所以这个有一个独特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说要两个一起提 就是这个意思 赤柱姓氏堤犯书院附属小学 爆发急性肠胃炎个案 涉及21个学生 全部不用入院 当局估计涉及食物中毒的机会比较低 卫生防护中心说 个案涉及18男三女 六年级的留宿学生 介乎11至12岁 四个男学生 先在前的挨蚊 吐蝠射和吐 并且有学生在男生宿舍楼层里面吐 其他留宿学生陆续出现相同病症 卫生防护中心 已经联同食物安全中心到学校视察 初步认为学校制作膳食的 环境卫生情况满意 初步调查显示 事件较大机会属于人传人 或者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急性肠胃炎 内地昨天开始恢复审法外国人到中国的签证 在深圳有不少外国游客 相隔三年之后再次来访 新冠疫情三年多 内地再度开放外国人入境的第一天 在深圳的口岸外国人入境通道人流不多 内地由星期三开始恢复美国期签证的入境功能 广东省也恢复在港澳地区的外国人组团免签入境 深圳边检总站说 由今年一月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次京福田口岸出入境 逆均有6万人次 当局将会加强快速通关和提高服务质素 促进中外人员往来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英国工潮持续 百几间大学的教职员加入罢工行列 不过多个医疗护理工会 据报就申请问题接近达成协议 有望平息大部分的医护公潮 除了中学教师 英国超过150间大学的教职员 星期四也发起一年五日的罢工 涉及教师、图书管理员、技术人员和保安等 要求改善待遇 亦都反对削減退休福利 部分大学延迟学生交功课的期限 以及调动上课时间 避免影响他们的学习进度 铁路工人就继续罢工 预料服务持续受到影响 不过代表数以十万计医疗护理人员的多个工会 据报就加薪问题接近达成协议 可避免进一步发起罢工 将涉及救护车人员、护士、座产士和物理治疗师 但是不包括医生 所有达成的协议 需由工会成员投票表决 政府上个月同意就加薪问题谈判后 多个相关工会暂停罢工 聚焦讨论这个财政年度医护人员 获一不过津贴 而在4月起的下个财政年度 加薪幅度也有望高于早前政府提出的3.5% 财上侯俊伟早前表明 英国通胀在今年底将由10.7%下降至2.9% 分析认为 有助达到工会早前要求加薪幅度追上通胀的期望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 华尔家已经开线了 看看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 31652点跌227点 标准普258指数 报3875点跌16点 听到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股市一办指数升19点 法国股市指数升57点 德国Dex数升77点 中央早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升格为党中央办事机构 不再保留单车的国务院港澳办 机场系统一度有问题 影响早早部分航班登记流程 有旅客赶不及上机 实业率进一步回落到3.3% 连续10个月有改善 各位我是廖淑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升格为党中央办事机构 不再保留单车的国务院港澳办 当局说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依法治港治澳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统筹协调 督促落实职责 在国务院港澳办基础上组建 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 改革之后将会类似国台办现时的做法 即是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头 但是由中共领导 港澳办表示 改革充分体现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 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 也都体现中共中央 完善和准确贯一国两制方针 将会坚决维护中央的决定 和部署落实机构改革 全国人带常委李慧琴说 今次中央升格主管港澳事务机构 显示中央更重视港澳 也都有助落实政策 今次的做法一定是显示中央进一步 提升了港澳工作的重要性 我相信每一届政府都会审视 不同的设置如何更好落实 相关工作的重点 今次很明显就看到中央 在习主席带领下更重视港澳工作 也都相信透过这个调动 是更能够落实来中央对港的政策 有学者认为港澳办今次升格 反映中央决心强化中国共产党 对港澳事务的领导 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而中央也都会更加有力地 去动员党和这个国家的资源 来支持香港的发展 推动香港进化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令香港更好地在这个国家统一过程中 发挥作用 在原来复杂多变的国家形势下 香港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中美爆料 和这个地缘政治的冲击 一些更加需要中央的支持和协助 来到在这样的安力环境下 特别是在美西方制裁下 如何推进香港的稳定发展和发明 日后中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国家的工作会需要更加北京 来解决香港所面对的国家 国家人的问题和挑战 刘兆佳说中央选择在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后 才宣布中共中央架架变动 在政治上较为合适 机场系统一度出现问题 影响朝早部分航班的登记流程 有大批旅客在机场等候 有旅客趕不及上机 机管局就事件致歉 期间有五班离港的航班延迟不多过30分钟 朝早机场迫满了人 除了因为服装多了人外出 系统故障亦都令等候办理离境手续的人龙更长 大部分是国泰的航班 全日空中华航空班机亦受影响 人龙在柜台前转了几圈 再延伸到走廊 职员忙于处理 有旅客因为感错过 朝早九点多去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班 跟我们说那班机飞了 飞了就叫我们退两点多那班机 问我们想怎样 我也不知道想怎样 当然大了 其实我们过去是 过去吃完饭就睡觉 等天天再安排 我们过去不是过去玩 每天都没有空 每天都要去见客 有旅客清晨六点多来到 准备去日本窄房 等了三个多钟 过了原定登机时间 仍然在等办理登机手续 他就跟我们说伺服器塌了 要等 他们都说不到你在哪里等 什么时候那班机会叫你 那些人全聚在等 都没有跟你说 都没有 全部都在等 你看到 航空公司有安排 这些我不担心 去旅行的意外就有了 机灌局说凌晨进行定期测试的时候 发现涉及南面离境大堂 A至E段登记流程的电脑系统 出现異常 为了安全起见 即时全面检查系统 并且启动紧急应变机制 通知相关航空公司 安排受影响旅客 用其他登记航段 和北面离境大堂 机灌局说 系统至今早9点多钟 已经全面恢复正常 其间五班离港航班延迟 多过半个钟头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导 机管局说 今次涉及连检网络系统 在转换成后备系统之后 用翻现有系统的时候 有不稳定 有立法会议员说 以往都未听过 机场这个系统出事 不过就不认为是一个大问题 机场系统出问题大半日之后 机管局埃曼说 涉事件是可以控制旅客登记的 网络系统 星期四凌晨两点半 展开每年的演练 确保现有系统 关了或者有问题的时候 又另一个后备系统顶上 其实接力那时是做得好的 我们恢复期间 发觉不是很稳定 但我们把它重复了之后 又没什么 大家都明白 这些网络系统 有时候好像失失地 其实你重复一次就没什么 但因为我们其实可以 正常运作 但我们觉得不稳定 就无畏博 我们大概5点6点之后 因为不是很稳定 我们决定把电脑重新启动 启动大概7点多钟 已经陆陆续续找到原因 8点钟已经开始 将整个系统能够慢慢恢复 他强调过程中没有特别仪器故障 不过恢复的时候遇上旅客来港高峰 部分旅客要长时间等候 你问到有旅客引述航空公司职员说 机管局不准公布原因 姚绍聪否认 说早在清晨6点多 已经向所有航空公司交代 有资讯科技界人士说 公营机构的系统维护 你应更加谨慎 重要一点的系统 等于好像银行 或者我们这些和公共运输 或者这些相关系统上 真的比较少见 因为通常这些系统的维护 或者是相关的程序 都比较严谨的 那这些其实就一般来说 你会做得很小心 机管局 他们都要检视可能相关的程序 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随指引 或者是指引上可能有不足之处 2018年5月 港铁机场快线九龙站 也都曾经因为预办登机电脑系统故障 影响旅客办理登机手续 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说 未曾听闻类似情况在机场发生 据他了解登机系统设分间区域 航空公司迁移去到其他 没有受影响的柜位 就可以继续运作 当然影响会大些 在繁荣时段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整个机场平顿 因为它不会只有一个系统 支援整个机场的操作 不是说周时会发生的 也不是说 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惩罚的机制 他相信有关方面会向政府交报局 母亲司机就在流传狱不到 青衣有小巴和电单车相撞 电单车司机死亡 小巴司机被捕 涉事的电单车严重损毁 警方说下午2点多 涉事的专线小巴 洗到青衣西路和寥土路交界的时候 拘捕和电单车相撞 33岁的电单车司机身体多住 严重受伤 昏迷宋玛加列医院 最终证实死亡 63岁的小巴司机 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被扣留调查 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 又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国泰航空上个月载客人数大增 来年急增34倍 大约有111万人次 载运货物也升近六成 至超过10万公吨 集团预期客运运力 今个月底 将会回复到疫情前大约一半 有计划在暑假旺季的时候 将往返日本的航班 由现在每个星期73班 增至120班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1607点 跌266点 标准普2500指数 报3872点 跌19点 欧洲故事方面 倫敦富士100指数 升12点 巴黎Cat指数 升67点 德国Dex指数 升71点 其他消息 最新失业率 百分之3.3 连跌了10个月 不过劳动人口 持续减少 比起疫情前 亦都少了二十多万人 有学者担心 难以支撑经济复数 日后复偿 本地消费重拾动力 失业率也进一步回落 跌至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价3.3% 较上次公布跌0.1个百分点 有11万5千人失业 少了大约2700人 就业情况连续10个月有改善 就业不足率1.3% 同样未跌0.1个百分点 大部分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下跌 当中零售、运输、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 跌幅相对明显 消费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失业率 跌0.2个百分点 去到4.3% 其中零售业是3.9% 跌0.3个百分点 餐饮服务活动业就未跌0.1个百分点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随着经济活动继续褂 和仿工的旅游月反弹 务工市场情况在短期内应该会进一步改善 虽然失业率继续探底 但多个行业招聘都遇到困难 有工没人做 有学者相信和务动人口持续减少有关 由2018年中的高峰超过400万人 逐步减少至最近的376.6万人 担心很难支撑经济复苏 即是说如果我们要去复偿的就业人口 来支撑经济 我们是欠缺了23万人 哪里去找23万人来呢 这个就是比较担心的情况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努力 第二个我们看到女士的劳动人口 差异率 其实就是 或者女士的就业人口 这个数字是跌得比男士的 加上我们都知道都有一些人疑阻民 是不是 这件事政府都说了 有人疑阻民 所以各方面加上 我们都是有一个所谓隐忧在 他建议政府加强支援家庭服务 给全职照顾子女的也都可以重头劳动市场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迁不道 民主派初选案认罪的控方政人欧乐迁 接受辩方盘民事承认 要完全实现五大诉求是不现实 同意是接近一个死局 他又说 戴耀廷期劫了其他不同的意见 47个人参与民主派初选 被控穿谋颠覆国家政权 16个人否认控罪 案件是西九龙法院续审 认罪的控方政人欧乐迁 继续接受辩方盘民 应同被告达耀廷 2019年年底的文章以及犯局当中 显示他的愿景 是为争取民主派立法会过半数 来实现普选 亦都是五大诉求之一 但认为现实政治上 完全实现五大诉求是不现实 因为始终都要政府回应 亦都相信政府 不会完全接受五大诉求的内容 在法官李云腾追问之下 欧乐迁说政治上始终要谈判和妥协 民主路要一步一步走 实现五大诉求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同意情况接近一个死局 欧乐迁益述在新界东第二次协调会议上 那份文件因为相应条款赤眼一直都是会积极运用 应同文件是奇结会上部分意见 另外欧乐迁同意在协调会议之前 他和戴耀廷从来都未接触被告陈之泉 只是知识对方猶疑参选立法会 换届选举新界东选区 记忆之中趁之泉从来都未亲自出席初选会议 案件在星期五续讯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期报道 流亡美国被内地通缉的商人郭文贵 涉嫌诈骗10亿美元在美国纽约市被捕 他否认控罪 他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 关系密切 曾经表态资助香港反修例示威者 在北京被问到中方对郭文贵被捕有什么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不掌握情况 内地商人郭文贵 星期三被联邦调查局人员拘捕后 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提堂 美国司法部说 郭文贵在他的财务顾问余建名协作下 自2018年起 利用声称高回报的投资计划 诈骗数以千计网上支持者款项 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奢华生活 包括购买5万平方尺的豪宅 3,700万美元豪华游艇 350万美元的跑车 和两张3万6千美元的藏浴 被控欺诈 洗黑钱等11项罪名 至于同案被控的余建名仍然在逃 当局已经由郭文贵 21个银行户口中 扣押和寻求扣押6亿3千4百万 涉嫌是欺诈收益 郭文贵在庭上否认控罪 法官拒绝他保释 下个月4日再提堂 他的代表律师将会寻求保释 美国传媒报道就在郭文贵被捕后大约6个钟 他入住位于纽约一间酒店突然起火 正在郭文贵入住房间首证的联邦调查局人员 也都被逼撤退 据报郭文贵房间严重损毁 联邦调查局正是调查事件 是否与郭文贵被捕有关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日检控郭文贵和余建明 透过承诺投资人不符比例的大额回报 以加密货币、科技和奢侈品投资 获取超过8亿5千万美元 52岁的郭文贵 2015年因为内地打击贪腐 被控行贵和洗黑钱潜逃美国 被内地当局通缉 他之后多次针对中共高层爆料 声称他们涉探 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新华社曾经罕有发文 指郭文贵非法获取和加工资料颠倒黑白 郭文贵并且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顾问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关系密切 2020年8月 班农涉嫌诈骗案被捕时 正在郭文贵的游艇上 2019年6月 香港反修例示威期间 郭文贵向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说 会提供金钱支援 梁仲恒否认曾经收取款控 你回去告诉他们 两件事我向你保证 一需要多少钱我继续保证 第二我告诉你的美国这边交给我了 我和班农先生全力以赴 包括在香港的保护 美国中香港领事 美国政府保护你们的安全 明白 绝对明白 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会尽力想要进一步的行动 几多送帝来 几多送帝走 这个我不能想 梁仲恒当时回应说 他当时只是讲解香港情况 母线电视记者 风月明报道 别忘了 我们会尽力想要进一步的行動 那是他的天谷 我和她之后 有一段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